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一年到头从明星离婚到身边的某某离婚 总有那么几次 其实每一个离婚的人都一定会不当初吧 相爱的时候恨不得天天在一起 闹离婚了就是在痛苦中煎熬 离婚了老死不相往来都行 能够说再见还是朋友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结婚之前请擦亮眼睛 千万别随意踏入婚姻的大门 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以下三种婚姻 失败的概率十有八九 你宁愿孤独终老也别踏入 第一种 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 若急若离 爱就一生一世牵手 好好爱 爱到死去活来都可以 不爱就放手 别拖泥带水 纠缠不清是受罪 有些爱情在踏入婚姻之前就是左右摇摆 感觉是为了承加利益而结婚 就是一个仪式而已 双方都没有当真 是你不情他不愿 还有的人结婚之前就是冲着钱来的 彼此相处毫无默契感 这样的爱情可以忍受一时半会儿 但后来树倒狐孙散 当你落魄的时候 那个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当然婚姻不能没钱 但钱不能衡量爱的深度 真爱的人是两个人一起去赚钱 一起共度难关 而不是谁算起谁的财富 还有的人因为已经怀孕了 感觉就这样吧 于是草草决定结婚 然后就是因为孩子而凑合拥有 离婚不得相爱没感觉 既然不是铁了心要在一起 还没有考虑好就别说结婚 否则离婚很麻烦 对谁都不是好事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可以忍一时之气 估计不能一辈子受气 如果你一定要忍 那就苦一生 结局太凄凉 第二种 双方不是一路人 层次不同 两个人相爱了 年龄不是问题 距离也不怕 工作可以换 经济可以一起去改变 但双方层次不一样 就是形同陌路 层次不同 关键体现在思想 一个说东 一个往西走 一个要出远门赚钱 一个拖着不让出门 这样的婚姻 注定磕磕碰碰 留下来也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土雷说爱情没有高低贵贱 但婚姻一定是门当获对 爱情往往蒙蔽人的心灵和眼睛 但婚姻却是平平淡淡过日子 层次相差太远的人 注定走不到一路 那些丑小鸭再给王子的故事 多半是在童话里 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的 你太穷 亲戚朋友都看不起 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层次不同的人 很难磨合到一块 毕竟生活不在一个档次 思想不在一个层面 第三种 一方或者双方 做事毫无原则 出尔反尔 有的人做事毫无原则 今天说什么 明天自己就违背了 那些信誓旦旦 不过是一句话言巧语 谁要是信了 老母猪都会上述 多少人 刚刚还在发誓要好一辈子 一转身就爱上了别人 人心不足舌吞向 婚姻里 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 这样的人 谁和他结婚了 谁要倒霉 婚姻之外的爱情 永远都是婚姻的一道伤疤 越说越伤心 越描越黑 即便另一方可以忍受 让有婚外爱情的人 回归家庭 但裂缝永远存在 触碰一下 就会流血不止 婚姻不是一张证件 可以束缚 关键是靠诚信 心都走远了 留下一个证 有什么意义 爱是你情我愿 婚姻是心心相应 一辈子不长 别将就 别委屈了自己 关键是婚前擦亮眼睛 以上几种婚姻 宁愿孤独终老 也别踏入 一个人 最大的失败 是婚姻失败 要是找错了人 从今往后 步步皆错 即便要放手 也惨不忍睹 一个有家庭的人 爱上了别人 或者一个人 爱上了有家庭的人 都是一段孽缘 如果还放不下 苦苦爱着 以为这是真爱 注定会在一起 那么就是一个人 陷入了沼泽地 越挣扎 越要陷下去 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 总是希望爱 以心一意 情 一生一世 爱情的目标是幸福 而不是游戏人间 相爱总是简单 相处太难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多少人的爱情 就被现实生活的苦 一点点埋葬 人生的苦 最苦的是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工作不轻松 生活不简单 心情不愉快 一个人心累了 总想找一个人依靠 但身边的人 往往靠不住 也不能给予最好的安慰 当身边的人 开始抱怨 爱情就开始被活埋 大部分的家庭 男人在外赚钱不容易 看人脸色 还要低声下气求全 女人在家带孩子 照顾老人 不容易 忙得团团转 还被人当成吃闲饭 如果彼此不理解 相互责怪 曾经恩爱有家的人 也会变成沉默寡言 同床异梦 当婚姻之外的人 出现的时候 总是让身心疲惫的人 眼前一亮 似乎找到了 当初恋爱的感觉 即便控制力非常好的人 也会在权衡婚姻内外的 幸福感之后 偏向婚外的爱情 一个有家庭的人 遇到了婚外的爱情 放手不能 相爱不行 唯有思念 天天都在 把自己的心 一点点带走 直到最后 感觉顺理成章 在一起了 找到了真爱 一个人有了婚外的爱情 其实日新 已经走远了 一切都覆水难收 即便人在家里 也是魂不守舍 其实 一个有家庭的人 放不下婚外的爱情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是回归家庭 二是失去爱人和家庭 选择第一种答案的人 即便回归了家庭 其实也为家庭 买了一颗顶时炸弹 时不时要被翻出来 作为羞辱一番的把柄 两个人的感情 再也不会如初一样恩爱了 隔阂注定会越来越深 婚外的爱情 成了家庭的伤口 永远也不会痊愈 选择第二种答案的人 是义无反顾地爱上婚外的人 即便抛弃了家庭也无所谓 或者是因为家里的人 受不了背叛的感情 决定一刀两断 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 导致离婚 最后能过上 幸福生活的人很少 毕竟 对婚外的爱情 非常认真的人很少 多少人 不过是玩一玩的态度 人生就是一条船 爱人就是长度的人 如果你总是过分地折腾 偏离了航线 船是要翻的 两个人的家庭里 容不下第三个人 如果有婚外的爱情 还放不下 就是引爆了定时炸弹 让家里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都闹够了 失望透了 好端端的家就散了 世间有言 发乎情 只乎理 有些感情点到为止 别逾越了离法的界限 否则一次超越 不可收拾 一个人爱过 挣扎过 被伤害过 就慢慢明白了 放手也是爱 一个人失去过 被欺骗过 无力回天的时候 就懂得了 失去也是得到 人的一生 不是你努力了 就一定有结果 总有一些事 你无法左右 总有一些人 注定要离开 你总是放不下 过去的某个人 是因为心痛还不够 是觉得爱情还有希望 当你痛到 要失去生命的时候 就真的放下了 好像手里握着一根针 扎手到很痛很痛 就松手了 人生除了生死 一切都是小事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除此之外 还有责任和亲情 友情 你放不下的东西 其实都过去了 注定不会回到你身边了 你天天想着 也是徒劳 佛说 得到 失去 都是天意 是你的 不用求 不是你的 求也不赖 有智慧的人 都是尽管努力 做好自己 其他的叫给天意 随缘就好 只要努力过 也就问心无愧 其实 冥冥之中 你失去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比方说 你失去了旧爱 就遇到了新欢 如果你沉迷过去的爱情 永远打不开心结 那么就沉沦下去了 一辈子只能孤苦伶仃 你失去了烦恼 才有了快乐 心情改变一个角度 就充满了阳光 你放弃了欲望 就得到了平和的心态 变成了无欲则刚 反而更加坚强 因此幸福的人都顺其自然 知足常乐 心态好 一切都好 对于生命而言 无论得到还是失去 都是一种人生经历 一切都会过去 人生在世 无所谓真正的得到 也不会真正的失去 比方说 你想要很多很多的钱 但钱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 因为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人一辈子 光溜溜的来 也光溜溜的走 你要的爱情 只是陪伴了你的一程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失去 早晚而已 对于时间来说 我们都是过客 如伊丽尘埃一样卑微 我们唯有好好珍惜眼前 放下过去 展望未来 至于得失 就顺从天意吧 得不到的东西就算了 办不到的事情就放弃 留不住的人就放手 过去的烦恼就忘了 别总是强求自己 别将就着活 太难受了 余生不长 一别才有两宽 一放才有舒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